8月21日上午,清华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公子厅举行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校党委书记陈旭主持集体学习会,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邱勇等中心组成员,以及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领导小组,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学习。 会上,大家首先集体学习了意见全文,校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对意见中提出的思政课建设原则、总体要求和具体部署进行了分析解读。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斯林介绍了文件制定的有关背景,学院领导班子前期对文件进行学习讨论的情况,以及下一阶段落实推进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陈旭指出,意见既给学校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全面提升思政课建设水平,提升课程思政水平,形成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合力,提供良好契机。 全校各院系各单位要紧抓机遇扎实工作,推动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再上新的台阶。 邱勇表示,意见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的重要指南。 我们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中心组成员分别围绕思政课课程及教材体系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方案调整等进行了讨论交流,并就贯彻落实意见提出了设想和建议。